由阿里山喧哗被劝动出 路克经反国 网友欺骂 阿里山一直是路克来台的 必游景点之一 日前却发生观光位注重礼仪 引来肢体冲突对布公堂事件 28岁台北男子陈立伦指控 周一带中国籍女性友人 由阿里山慕然源时 遇到河南路克团喧哗吐痰 她上前劝导 中国领队回呛 中国游客哪里不好 台湾也是中国地 双方发生冲突 她召领队及两名大陆团员围殴 对方抓起石头猛砸她 施暴后还继续旅游 她报警 检方在停车场将一行人带回警局 台湾导游试图缓夹不成 双方互控伤害 但路克团今天就要离台 她在网路po文 路克打人就跑 引起网友共鸣 她前天也已到松山分局 控告中国领队涉嫌杀人未遂 伤害等罪先 全案移送加陷警局侦办 中国领队则说 当天团员被对方骂 X你骂中国的滚出台湾 双方才起口角 而且是对方先动手 对方女友人先丢石块 因还有行程要赶 才先行离开 云想和解 但对方坚持提告 也只好提高伤害 动新闻综合报导